在7月6號的時候他有提到高鐵男生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很樂見政府能夠把郭台銘先生聽到的地方的聲音 追隨他的腳步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常講國家利益大於政黨利益 能不能說如果郭董參選的話 就其實可以透過參選來改變國民黨 我想要講一件事情 比如說今天郭台銘先生關心的是什麼 以今天這個情況今天的新聞來講 他提到的是日本發生了法系颱風 台灣有很多朋友滯留在機場也在日本旅遊 他希望這些人都能夠安全平安的回到自己最愛的家鄉 另外呢在這個屏東高鐵男生的這一段事情 是郭台銘先生那時候過去這幾個月以來 他到屏東的時候聽到地方的聲音 在7月6號的時候他有提到高鐵男生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很樂見政府能夠把郭台銘先生聽到的地方的聲音 追隨他的腳步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也希望說是不是蔡英文政府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可以繼續跟隨郭先生的思考 顧及到全台灣的民眾